好的 欢迎回到SFL总决赛第三轮的第二场 刚才板桥是帮队伍扳回了一分 目前比分4比5 那现在就轮到流星跟Nemo之间的同角色大战 这个难道也在东大他们的意料之中吗 他们想让流星去跟Nemo打一个同角色的内战 而不是让Nemo在面对流星的时候 去选择用吉尔打一个角色的差别战 这样有个很大的好处就是让两边的一个水平可以拉得更近 因为一旦角色一样的话他们的胜负会无限趋近5-5开 尤其是水平比较接近的时候 对吧 那如果说一旦遇上了吉尔的话 很有可能流星这边就会变得不那么好打 甚至说Nemo因为对于尤利安非常了解 用吉尔该怎么打就更加清楚 所以他会占有一定的优势 可能是基于这样一个考虑我只是猜的 不要当真 好那这是一个同角色的内战 也就是最强尤利安决定战了 目前日本应该最强的两手尤利安就在我们屏幕上了 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一场两边要爆丢镜子的战斗 对吧 从玩镜子的角度来讲 我觉得现在Nemo跟流星的水平是真的很接近 尤其是第一轮的时候 Nemo那个镜子甩的太爱秀了 他甚至可以甩出一种很优雅的感觉 这是我没想到的 好了回到这边对值了 这个穿深蓝色的Nemo 浅蓝色的流星 天空之点座 流星打进锅 下中拳 EX这边直接交了一个大波 然后VT强压 这边直接磨血嘛 神龙交出来 这个防守的timing选择的非常不错 那流星他是一个很喜欢在丢镜子以后上来投你的选手 但对到Nemo的时候呢 突然不投了 选择防守 Nemo我觉得他是有研究过流星 应该是知道对手一个选择的倾向 所以才会做出这样一个投锤的决定 好那这样就到了第二端 两个人开场对撤了波 这个是对波之间的角色 看谁对的更好 这很明显流星这边有点对不过 你看对的对的 血料已经掉了这么多 这个VS2很强 这个三段波确实在压制的过程当中给人的压力非常大 而且对波的时候优势巨大 来这边EX摸到奖了 流星这边要打反击 这个尖刀 拼到相杀 还能补一个下中角 EX直接靠过去 抓得很准 这个头 走过去 膝盖 这个膝盖异曲同工呀 这个当年打嘎师傅的时候 也是这个样子呀 他那个膝盖总是能处在别人抢一个中角的时候就很奇怪 他流星我觉得他最牛逼的一个点就是他能够感知到对手想要按一个中角然后开VT的这样一个瞬间用自己的膝盖去顶别人这是一个很好的预判 你不要觉得这个东西是懵的虽然是有一定程度是懵的但他没有那么准呀他打嘎师傅的时候也是 嘎师傅每次想用中角开VT来打翻盘 然后他就飞起来一个亲膝盖就落下来就出的十几点就卡的非常的好 不是我吹的说真的这个确实是出的好因为我是看了他之前的比赛 再看到这边我就发现他有这个特点他总能够预读到对手的这个中角 来这里上来被跳波了内摩前面发波发的很嗨 那这里看起来不是流星的对手啊流星强了呀这边又突到针了 实战的尖撞头针连段内摩要被打批了 这里差一点打批但跟打批又有什么区别啊我靠 哎呦原来流星打内战这么强难怪要扳吉尔啊 就把你吉尔一扳我们尤利亚内战流星无敌 那内摩表示除了发波没有一项可以打赢你啊 那我们就继续发波吧现在流星这边又要跳你头很比较难受 这里摸了一个EX的尖撞摸脚摸成功了但是不敢压起身有点虚啊 这个收招直接用EX来抓人家就不是摸脚这个是确认的 流星那边是直接打你下中角的一个收招的重拳有打之后 马上一个确认跟上一个尖撞哇这边跳过队什么重拳游戏结束了好快啊 真正的尤利亚王者原来就是你啊 反正至少在内战的时候你流星是三地强啊 雷莫打不过呀 一点次都没有被摁在地上啪在地上打我靠 这个太离谱了哪有那么强呢 我一直都不知道原来流星跟雷莫打一场内战会打成这个样子 有点有点离谱 那这样的话就等于说东大队目前五分 雷莫队五分 两边最终的总大将总决战 然后要开始了 然后东大还没搬了一个主力好鬼 这个就不好说了 麦莱特要来了 好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当你看到这个时候说明你已经看完了整支影片 恭喜你正式成为了一名具有国际眼光的国际型观众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你不喜欢我的视频 那你只能是喜欢我的对不对 那就更加要订阅我的频道